接著轉換焦點 我們帶大家來持續關注到 就是延燒到今天的白飯之亂 那熱炒店老闆他在昨天 是宣布說將在7月16號 也就是這個禮拜天開始 無限期的暫停營業 那從今天開始 他們則是不再接受任何形式 來到店裡面消費的客人 只接已經定位的客人用餐 那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也說了 其實他們店裡面的定位 已經到了8、9月了 但是他就說我不這樣做 不暫停營業的話 這個事件就不會落幕 希望各界不要再傷害下去了 在這個地方 深深的跟社會大眾 對不起 白飯之亂 那我還是一樣 我還是強調就是說 所有的論述 我都是經過監視器 經過員工轉述 那我想要求證 那同學們 你們一直沒有辦法 當面的讓我去求證一下 到底原因是為何 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很納悶 為什麼出入這麼大 網友們把十幾年前 我家中辯故 我失去親人 什麼都挖 什麼都15年了 我心情好不容易平復 你挖這個幹嘛呢 那些事情跟現在的事情有什麼絕對關聯嗎 我不懂耶 那老闆要做這個決定是不是對你來說蠻不容易 就是蠻沉痛的決定 我得做 對 那為了社會的紛紛擾擾我得做 對 我不這樣做 風暴平息不下來 不需要去講了啦 因為我覺得已經 發酵成這個樣子了 兩派的論戰也搞到這樣 那我就是鞠躬道歉 希望讓事件平息 落幕吧 別再傷害下去了 老闆宣布將無限期停業的消息 也讓停店家的網友 對此感到非常的不滿 富評直接灌爆了 北科大資財營的臉書粉絲團 而且留言數飆升到了逼近兩萬 而資財營的學生疑似是因為不堪壓力 在昨天深夜的時候 已經把粉絲團給關閉了 大道創意宴會館的老闆 12號宣布將無限期暫停營業 對學生們 社會大眾致上最深的歉意 而停業的消息 就引起許多力挺店家的網友 感到不滿 紛紛湧入北科資財營的臉書 粉絲團狂冠富評 留言數飆升到逼近兩萬 有網友說 滿意了嗎 總召吃不飽就搞死一家店 那些靠著那一家的員工 家庭生計怎麼辦 還有人說 可以開慶功宴了 看看又是哪一間倒霉的餐廳 而對此資財營的學生 在12號晚間 疑似是因為不堪輿論壓力 已經把臉書粉絲團給關閉了 而過往分享的連結網址 也顯示無法查看 除此之外 之前在臉書寫下 資財營是吃飯系的系主任 12號晚間也疑似刪除了相關事件的貼文 並關閉留言 只剩下更新封面照片的貼文 而日前有北科大學生發起了一個北科第一屆飯桶王大賽的比賽 沒想到他還說他的贊助金額已經累積了3萬多元 那他還說他現在他們在辦的時候賽制其實還在擬定當中 但是現在在昨天今天凌晨的時候他卻突然宣布說不辦了 而且他還寫下三次的對不起 發起人原本已經上畢業的學友們拉到了贊助獎金31600元 要高調舉辦北科第一屆飯桶王大賽 占定報名費免費但會有押金 完賽就會退還 沒想到才過了兩天 北科第一屆飯桶王大賽突然喊咖 發起人發文道歉說 不辦了 我好怕 水很深 更是連續寫下了三次對不起 讓人看了一頭霧水 而該文一出也引發了網友們的錯愕 有網友表示說好的言論自由 最後還是被強迫刪除相關的言論文章 也有人提出更實質的做法 說不知道能不能取得各位贊助的同意 把錢捐 拿去捐百米或者是物資等等給有需要的人 世界很糟 沒有關係 我們當個傳遞善良 傳遞愛的人 那麼現在這個白飯之亂是越演越烈了 那麼在昨天呢 在這個27名有去用餐的這個學生 其中有一名學生呢 他又在臉書呢發了六點的聲明 來還原事情的經過 我們絕對不是飯桶系 也絕對不是只值1.3顆星的飯桶银 即使北科大資財影總召拍片回應外界質疑 但隨著熱潮店老闆12日下午 神類俱下地宣布停業 用餐的27位學生再度遭到外界炮轟 對此一位致稱當時學生的網友 12日晚間在低卡PO出六點聲明 強調是老闆先找媒體工程消費者 網友表示由於是20多人臨時過來 取得熱潮店的同意後才進來消費 店家提供大約半桶白飯後 在他們的詢問下表示不會再補飯 所以他們才會留言說店家的白飯雖然免費 但有可能不補 這些都是他的真實體驗 如果過個評論需要在道德上顧及店家 那意義何在 反觀店家事後找媒體工程消費者 逼得學校帶學生道歉 但大多當事學生都不是自願的 這件事吸引一堆媒體專載 讓他充分了解什麼是垃圾媒體 最後這些網友表示 如果有人想體驗店家 對用餐評論不滿意就會投書媒體 或是只吃麵不吃飯的話就去吧 對於整起事件呢 網紅陳以他則是酸說 熱潮店老闆 你在媒體面前搞歇業 其實志在博取同情 再順便讓學生被罵更慘 陳以還說可以不要這麼矯情嗎 陳以12號在臉書發文表示 他本來覺得北科大熱潮店的白飯之亂 就是一個消費糾紛 兩邊都有問題 但看到熱潮店宣布要停業 他也決定站邊表達自己的看法 他說可以不要這麼矯情嗎 陳以指出 老闆發現餐廳被刷一心負貧 不先找學校溝通 而是主動聯繫媒體報導 事後學生去道歉 看似大和解 開始說不要霸凌學生 到這裡他都覺得還好 可以理解老闆可能很怒 事情鬧大看學生被公審 餘心不忍 但是現在卻在媒體面前 搞些業制招是怎麼樣 陳以痛批 老闆此舉不就是實隨之位嗎 企圖把自己放到一個受害者的位置 博取同情再順便讓學生被罵更慘 不過是一件小事 有必要為了享受美光燈焦點 搞成這樣嗎 他也在留言區感嘆 大人的世界真的很噁心 律師法老王王志德 他也在臉書寫下了 對這次白飯之亂的一個看法 他就感嘆說 老闆宣布暫停營業之後 這個事件也提升到了 學生們也無法預料到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們現在可能是 無法應付到這個現在的狀況 成了一個沒有贏家的白飯之亂 王志德感嘆自己滿同情這批學生的 雖然他們有些不成熟的行為 但是畢竟他們是沒有出國社會的學生 面對覺得不公義的事情 用了不適當的方式來引發關注 卻被各種嚴上 因此他希望這批學生 可以從這次的經驗中 學習到以下四件事情 第一就是上網刷負貧 討拍都不會是你在現實世界裡 可以用來爭取想要得到東西的手段 二人與人之間的認知本來就是有落差的 人生的重點不是在認知有沒有落差 而是在有落差的時候該如何處理 三網路評論適當就好 評論的目的不是讓你做 拿來做當作報復的手段 四 免費供應不代表是可以用到爽吃到飽 下次找標榜吃到飽的店比較好 而王智德也說到 社會就是這樣 不會等你準備好才找你 你只能在事情找上你的時候 學習怎麼樣去面對 學習怎麼樣去面對 來說見解決 要有很多時間 要有一個量的誕生